这条母流浪狗每天往返20里路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幼崽为难 是独知情让人动容 女主人感动不已 想收养狗妈妈却被拒绝 女子外出逛街 路上遇到一只年幼的流浪狗 小狗看起来脏兮兮的 没有人照顾 女子一时心善将小狗带回家收养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自家门口来了一只流浪的母狗 她透过玻璃门眼巴巴地望着家里的小狗 眼里浓浓地不舍 女子见状还以为是小狗的朋友来找她玩 于是把门打开让两条狗见面 没想到小狗竟然摇着尾巴朝大狗跑过去 抬头在大狗的腹部吃奶 大狗也趴在地上喂养小狗 主人这下终于反应过来了 大狗是小狗的妈妈 自己昨天没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 就直接把小狗带回了家中 没想到狗妈妈担心自己的孩子 竟然大老远地追了过来 捡到小狗的地方离她家大约有五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还能找到 难以想象狗妈妈在途中吃了多少苦 主人打开门示意母子俩进来 可流浪狗妈妈却拒绝了她的邀请 只在门口徘徊 一步也不踏进去 看她的态度 似乎从前的流浪生涯中吃过这样的亏 所以对人类都比较警惕 看他们母子情深 女主人还以为母狗要把幼崽带走 谁知她喂完奶之后竟然直接离开了 流浪狗妈妈每天往返20里路 只是为了给幼崽喂奶 可喂完奶之后却直接走了 从这天开始 狗妈妈每天早上都会来她家给小狗喂奶 吃完奶之后就离开了 也不和小狗过多相处 这让女主人感到非常奇怪 她大致算了一下 狗妈妈之前的住处离她家足有10里 往返一趟就是20里路 而她每天都要跑这么一圈 时间长了整只狗看起来都销售了不少 实在是太辛苦了 女子十分心疼她 想邀请母狗来家里做客 但是她还是像刚开始那样不肯进入 女子只能给她准备好一碗狗粮 没想到流浪狗只是吃了一小部分 剩下的全都留给了自己的幼崽 为了不让流浪狗继续这么辛苦 女主人尝试着想收养她 反正已经养狗了 一只还是两只都没有什么差别 还能让流浪狗母子团聚 可这条狗的警惕性十分强 稍一靠近就躲得远远的 无论食物还是玩具都无法诱惑她 每天准时来到她家门口 先把小狗喂饱再吃点狗粮甜甜肚子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她家 好像她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女子想弄清楚母狗为什么会这么警惕人类 于是来到她住的地方 据这里的居民们描述 这条狗很早就在附近流浪 那时候看起来脏兮兮的 还到处翻垃圾桶 居民们都不喜欢她 见了她也会撵走 渐渐的这条狗就不接触人了 流浪狗每天往返二十里给幼崽喂奶 女主人感动不已 想收养狗妈妈却被拒绝 流浪狗的经历让女子十分心疼 可这件事已经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原本打算一直避开人类生活的 可自己还没有断奶的小狗仔被人类收养了 从前的经历让母狗对人类非常不心愿 她担心小狗在这户人家吃不饱 于是每天跑来这里喂奶 可思念孩子的心怎么也挡不住 这天早上母狗再次登门 喂完奶之后却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原地望着孩子 似乎想让孩子跟着自己离开 可她注定要失望了 小狗虽然依恋母亲 可她这段时间跟随女子生活 已经适应了被饲养 把女子当成了自己的主人 年幼的小狗对人类还心存善意 不想离开这个安定的家 母狗看出了小狗的犹豫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孩子的现任主人是个负责任的好心人 住在这样一个家也好 不需要跟着自己风吹雨淋 她舔舔孩子的脸颊 享受完最后的母子温情时光之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看到这一幕 女子心里非常难受 她为流浪狗的试毒知情动物 不想让他们母子分离 可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流浪狗的心理问题 只能无奈地和她告别 女子感激她的信任之情 精心照顾小狗 同时也祝福狗妈妈能找到一个好归妇 四川村民捡到一只奇怪小猫 养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像猫咪 还发狂咬死了家里的鸡鸭 小猫真实身份成为谜团 专家鉴定后却说不是豹子 2009年的夏天 四川省长宁县东河村村民张汝槐 在自家田里干了一整天的农活 天色逐渐变暗 已经有些看不太清了 张汝槐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 刚踏上田间的小路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叫声 起初她并没有在意 但紧接着叫声再次响了起来 由于这片山区有野兽出没 张汝槐害怕遇到危险 于是加快脚步跑回了家里 可等第二天她和朋友再次走过这里的时候 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叫声 心生好奇的张汝槐顺着叫声找过去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动物 在杂草丛生的灌木丛中 发现一个隐蔽的洞穴 里面竟然藏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猫仔 这是一只灰白相间的小猫 似乎还没有断买 张汝槐单手就能一把抓住她 小猫蜷缩着瑟瑟发抖 眨着一双大眼睛 看上去分外可怜 估计是因为身体不好才被母兽抛弃了 如果放任不管 要不了几天小猫就会被饿死了 想到这里张汝槐顿时心生怜悯 稍加四量就准备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带回家照顾 此时的张汝槐根本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时善念会给日后带来多大的麻烦 四川村民捡到一只奇怪猫仔 养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点不对劲 小猫长大后竟然咬死鸡鸭 把猫仔带下山之后 村里人很快就听说了这件事 都来观看这个小东西 张汝槐捡到小猫的地方是一处茶山 荒山野岭不太可能出现家猫 再加上他那略带嘶哑的奇怪叫声 大家意识到小猫很可能是山里的野兽 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也判断不出究竟是什么 不过眼下的问题并不是小猫的真实身份 而是他要吃些什么 猫仔步履盘山 眼睛上的蓝膜还没褪去 张汝槐判断他还没有断奶 于是把小孙子的奶粉分出一份在奶瓶里冲泡好 尝试着喂给小猫 没想到他吃得津津有味 这下最大的问题解决了 张汝槐欣慰地看着小猫吃东西 同时对他的身份更加好奇了 小猫虽然没有褪去胎毛 但身上已经能看出清晰的斑纹 张汝槐知道他肯定不是一般的动物 邻居们对小猫的身份也重说纷纭 其中有一种说法让他暗自心惊 说小猫可能是一只豹子 东河村在几年前曾经发生过豹子下山的事件 住在山脚下的一户村民家里被咬死了十多只鸭子 凶手在一个深夜被村民抓住 竟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 后来被送到了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心 鉴于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很多村民都猜测张汝槐带回家的小兽说不定也是一只豹子 四川村民捡到奇怪小猫 长大后咬死家禽 真实身份成为谜团 专家鉴定后却说不是豹子 村民们的猜测不无道理 他们劝张汝槐把小猫送回山里 可张汝槐却不愿意 当初把他带下山就是因为在山里活不下去 如果现在就把他放生 肯定会饿死 思来想去他还是把小猫留在了家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两个月后小猫也逐渐长大了 张汝槐家里也开始变得不平静起来 一天中午全家正在午休 院子里突然传来鸭子的惨叫 张汝槐和妻子马上跑出去查看 只见平日里乖巧的小猫此刻正按着一只鸭子撕咬他的脖子 几秒钟的时间小鸭子就停止挣扎了 自此小猫彻底凶向毕露 张汝槐家养的鸡鸭全都遭了灾 无奈地他给小猫做了一个龙子 可他很快就破坏龙子跑了出来 还把邻居家养的鸭子咬死了十几只 这下张汝槐再也坐不住了 他联系当地林业局的专家帮忙辨认 长大后的小猫特征明显 专家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豹猫 现在小豹猫已经显露出了野心 继续夹养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不如让他回到大自然 张汝槐虽然不舍 但他知道专家说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将自己亲手养大的小家伙送回了山林 希望他能在野外好好活下去 西安农民盖房时从地下挖出一条蛇 本想杀死却发现这条蛇不是活物 捡起来后竟然是黄金打造 老农想要卖掉赚钱 专家却阻止说这是文物 事情发生于1975年 西安的一位农民准备盖一座房子 孩子渐渐长大了 成家需要有房子 他选中了南郊草场坡的一处宅基地 建材都买了回来 老农请了同村的几位朋友帮忙一起开挖地基 众人干得热火朝天 老农也挥舞着锄头加入其中 一锄头下去 他突然觉得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 起先以为是石块 没想到挖出来之后 竟然是条金黄的蛇 老农被吓了一条 正想下手将蛇斩断 仔细观察却发现这条蛇好像是个死物 根本就不会懂 老农弯腰把蛇捡起来 发现假蛇身形细长 日光照耀下浑身泛着金黄色的光泽 嘴巴大张爪子锋利 看起来栩栩如生 老农觉得自己肯定挖出了宝贝 趁其他人不注意将金蛇包裹金外套里面 带回了家中 晚上回到家后 他把金蛇拿出来给妻子看 两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值钱的宝贝 妻子问他图里有没有其他东西 老农这才想起来 白天光顾着藏宝贝了 没有再翻找一下那里 于是他趁着夜色扛起锄头打着手电 再次返回原处 果然又在土里刨出来一模一样的一条金蛇 只是这条金蛇已经断裂 品相不如第一条好了 西安农民挖出两只黄金蛇 带到研究所鉴定 专家却说这不是蛇而是龙 还说这是一对文物 挖地基却挖出了宝贝 夫妻俩都高兴不已 这要是卖出去他们家就发大财了 但两人都不太认识这东西 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为了避免被欺骗 他们打算找专业人士鉴定一下 老农带着那个断成几节的金蛇来到了文物局 得知他从土里挖出一条金蛇后 文物局专家们都很感兴趣 他们仔细端向着这件断裂的金蛇 看过之后告诉老汉 这件东西不是蛇而是龙 从断口来看并不是纯金 而是留金工艺加工过的铜器 听到是铜做的 老汉有些失望 铜虽然也能卖钱 可不如金子值钱 专家们又说这件铜器造型十分精美 可惜已经断裂了 而且还缺几个零件 如果能看到完整的形态就更好了 听到这话 老农脱口而出家里还有一个完整的铜龙 专家们大喜过望 连忙说要跟着他回去见一见完整的龙 老农有些不愿意 万一他们看过后要强行带走怎么办 专家看他一脸为难 便说就算是在自家挖出的东西 如果金箭定发现是文物 也不能私自留下或者买卖 文物是国家的财产 私自买卖是犯法的 老农思量了许久 还是带着专家们来到了自己家 西岸农民挖地基时发现唐代金龙 造型精美栩栩如生 专家看后大惊失色 将考古专家带到自己家后 老汉拿出了那条完整的金龙 几位专家一见到金龙就被迷住了 这条龙高34厘米 长28厘米 重2.8千克 形态弯曲身形鲜瘦 头部高高昂起 嘴巴大张露出满嘴的丽雅 两只前爪死死抓住地面 支撑着他的身体 整个龙看起是动态的 好像下一刻就要腾云架物直上云霄 这条龙以铁星做支架 周身被青铜包裹 最外层是以刘金 无论从造型艺术或制作工艺看 都能称得上是 是所罕见的艺术真品 经过鉴定之后 专家们发现这两条 刘金铁星铜龙属于唐代的文物 很可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 甚至皇家的物体 这两件文物被列为一级文物 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考古人员再次去了 铜龙被发掘出的工地上 经过仔细的搜寻之后 取出了断裂铜龙的一些残剑 然后对它进行了修复 专家们研究了大量唐代史料 参照完整的铜龙 翻制出石膏模具 再用石大胶筑等方法 制作需要修补的构建 历时三十年 终于将断龙成功修复 成品几乎和完整铜龙一模一样 仅在左爪处有部分缺陷 如今两只铜龙都藏在博物馆 藉由它们我们也能窥探到